中国的这些海警 它的执法是整个厦门湾 包含金门六海里以内 都是它执法范围 它就是要营造一种说 中华民国就是营造一种台湾 你们的海巡是保护不了你们的 只有祖国才可以保护你们 它用这种方式 因为它知道 如果是海巡的对势 说句实话 违反国际的惯例 这个托炮衣叫莫名其妙 海巡的船舰不是作战舰艇 海巡的船舰为什么漆成白色 为什么不漆成像一般海军一样的 铁灰色 就是因为海巡要明显 要一眼就看到你这个船在哪里 它的目的是维护安全是救援 那么海军为什么会把 漆成这个所谓的铁灰色 要跟海水天际形成一样的颜色 这种保护色 对 它有卫装突袭佛小攻击的意涵 因为它要作战用 它要作战用 所以海巡的船不是打仗用的 你脱炮衣在干什么 你是把维安维稳救援的海巡船 变成作战的工具 变成一个主动攻击的船舰 这全世界以后看到白色的船 你只要看到上挂五星旗赶快跑 那不友善嘛 你在全世界的海域 你只要看到白色的船只 你知道它不是军用船舰 它是各国的海巡艇 是负责救援人道跟维护安全的 那你看到它会害怕 你看你在菲律宾 中国的海巡船舰 去跟菲律宾的海巡舰 去对撞 去插撞 这哪是一个维护安全 这是主动挑衅的 就是挑衅 主动挑起争端的一个国家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巡舰艇 是这样用的 它把这个炮衣揭开 表示什么 我很强 我在绣肌肉 所以是要开炮 包含美国 美国的海巡队有在绣肌肉吗 美国的海巡舰艇 是在比谁的人道救援能力强 谁的维护安全的能力强 是维护海洋上面 正义的能力强 没有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的海警 是告诉你 我可以破坏区域的安全 除了中国 没有人超过这种 无极限 胡搞 瞎搞的海巡队了 是 来 这个原知 这个你们蓝英党团说 要这个登太平岛 甚至说蔡总不去 你们就要去了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 原来背后是中国的圈套 那难道 你们国民党是听中国的指令 在一直叫蔡总统去登太平岛吗 其实我们认为说 南海因为他现在是有一个工程 你利用这个机会去 南海也是属于我们管辖的区域 那你过去 然后宣誓一下我们的主权 有去比没去好 所以大家现在 其实都不是在骂他 都不是在说 你真的很要不得 你这个不配当总统 连南海 连那个太平岛不敢去 没有人是这样子讲 当然讲法都是说 如果趁这个机会 因为过去两任总统 在卸任的时候都有去 那蔡总统如果跟大家一样 去一下宣誓一下主权 也没有不好 大家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态 刚刚范老师说 马英九去的时候 刚好被国台办吃豆腐了 变成是宣称他都属于中国的 那没有 我们做什么事情 他都会说是中国 你如果说什么事情 都要管对岸讲什么的话 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该做的事情就是要 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做 反而是说 你今天去宣誓主权 你对外讲说 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 那反而在我看来 我是觉得跟自宗跟对岸切割 不会怎么看 因为包括除了原子讲的 还包括一些蓝银的节目都说 因为美国不答应 所以蔡总统不敢去 一天手机落在楼上 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 在烧炮三个人一直弄 结果我的手机 他们弄哪怕 哪怕 哪怕 我的手机卡在他们两个中 你有两个做法 第一你把我的手机搭到 我等于报警 你们两个报警 不然就是我们两个打 我才会叫手机 进中国到菲律宾 就在南海在烧炮 在太平道哪在中 那就是我们的东西 你如果万不你把我打到 你把我打到 这两个还要够 我就要处理 但你们两个在烧炮的过程 我一把做用夾后 你们打要做什么 停 不要再打了 我剪一下手机 我们才有这么威力 你怎么会这么压夷 对不对 而且更好笑的是 你一个去宣誓而已 旁边就说 好 你看 这个我叫人的兄弟 你会说 我哪有叫人 没台没钱 团在这会打群架 这就是太平道的一个国书的公团了 现在的状况很简单 中国大家公布 二空二三年 阿周十大企业 第一名 是中国的品牌 我要看第三名 三星第二名 第一名台积电 中国的企业 我听着都会 第一名中国的企业 叫做台积电 真的很内宣 中国人就是这样 他就是会吃台湾的豆腐 他现在两个人在舌坡 在南海 我们的手机在中 那就是我们的手机 我们有工程 有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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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通常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他们就打了 我来 我当时要来 我就每天来 我叫百姓来 叫本机来 都好来 所以现在时机不宜 你吃百姓 如果总统在过 你是要跟他关键 这就很好理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国民党的 脑子都不够 以前我看我 像巴家族 我来说 我国民 地理科技 都刻得很好 西齐 帕米尔 冬至黑龙江 北齐 萨燕林 南至真母爱沙 如果国民党 这些人要 选择主管 要求 夏立 跟主力 后一趟 去北京 选择主管 一趟就好 一趟以后 我都叫院子 叫阿公 叫他的公 要选择主管 你不想做这些大碗 来北京 选择主管 来自己的 手机上 这就我会做好吗 对不对 这就很简单 来 如果要选择主管 刚才我说的 西齐 帕米尔 冬至黑龙江 都听好去选择主管 所以现在很简单 我们了解到 南海 尤其那个时候 阿兵去的时候 它是那个时候 没有 这太平洞 不是 共产民国 外国就有 不是国民党 公务就有 那时候要选择主管 那时候 阿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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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算去 开幕剪裁 人家才能够 把国民党剪裁 人家才能够 跟国民党剪裁 都开始通话民国 所以 有的起来 这个时候 在南海的时候 其实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是 我给大家报告 太平洞就只有两个目标 国民党 国民党 你有听什么 经济 什么 什么 其他的 什么 开发的 对 之前有一个 韩国的 现在正义人家说 太平老化石油 你知道吗 他就是 贾借 贾借 才有经济用途 贾借 我们在这儿 抓虚子 不要再说了 这儿 现在七八国家 在那儿 我们年纪 准备过得很困难 贾借经济的民意 来行国防外交 破坏的意图 这就是 国民党在做的 事情 是 韩国的 那时候 当当时 说 太平岛 你还知道 太平岛 对一个 官司 台平岛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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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定计计 来计计 去 去 所以 他做市长 他说 要太平岛 好久 有 结果 有 也没 去 但是 他怎么 吃饭 很容易 说 原因就是 我们台湾人 走去太平岛 他就说 你中国台湾人 所以 中国人 两发好平 两发 共同 保持 他就领导 安全的 马晓光说的 我们明明知道 如果国民党 如果很厉害 像他们说的 我要跟共产党 做出差变 来 说一个 高明的 说一个 比共产党 高明的 说法 不要放 跟共产党 威衰 跃下的 说法 这样我就觉得 可惜 比共产党 高明 这样我给你一个 赞 对不对 所以 如果要 悬赛租款 太平岛 不够 来北京 悬赛租款 国民党 我给你一个 赞 夏令元 我给你一个赞 如果不说这个 你就是在 做政治当中 做政治当中 你就生人 不要大家都在 够这个够那个 是 洁明哥怎么看 南海局势 看起来非常地复杂 因为各个国家 越南菲律宾 跟美国 还有中国等等 那再来金门局势 连美国国务员都说 这个 中国海警船 最近怎么样 意图在台海 挑衅的行径 也是想要 片面地改变现状 所以政治当中 我们要如何自处 那特别是 国民党又在 后面敲边鼓 有可能破坏 我们跟友邦 之间的关系吗 刚才 谈到委员 谈到说 有关这个国民党 并没有去 去修辱蔡英文 没有吗 罗志强怎么说的 他说 捍卫主权 蔡英文不如 陈水扁 捍卫海江 蔡英文不如 马英九 这就是他说的 那逼 就是逼 逼这个蔡英文 要去 这个太平岛 我也不知道 这个太平岛代表 什么意义 给他看一下 到底太平岛 是台湾的 来来来 这边上面 就已经有标志了 这太平岛上面 就是南沙群岛 太平岛 中华民国 我在这边 就已经有标志了 我还需要去告诉 这个地方 不是我的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经验是太好笑 而且上次 马英九去的时候 他目的是干嘛 目的在证明 太平岛有水 大家印象很深刻 他就回来的时候 在那边拿出 这瓶有水 回到台湾来说 太平岛有水 为了这个水 你去一趟这个内容 去一趟太平岛 就真的了不起了吗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 是什么 中国在过去 这四年当中 至少改装了 二十艘左右 056的 所谓的飞弹 这个飞弹防舰 变成是他们的海警船 这是一个最真实的问题 而且这些海警船 军舰变海警船 军舰变海警 那事实上 中国的海警 本来就属于 中国的国防部 是属于军方的 中国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所谓的海 其他的这种舰 这是属于这个 我们说的他们的国务院 但海警船是属于 中国国军的 他们是第二海军 那现在已经逼近到 澎湖 逼近到金门 你有听到 罗志强讲什么吗 那昨天呢 这个国民党 他没有召开了这个会议 里面有四个完全不懂 外交国防的人 身边讲一句话说 我们要去 要主张的 这是一个和平的岛 那你主张和平岛 周围之间发生战争 你要去主张和平岛 你要干嘛 是谁要说 你们不要打了 我会和平 就整个就是荒腔走板 那回头一件事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就很好奇 夏令人为什么去中国 他去中国这段时间 那么国民党就开始说 这个蔡英文总统 要去这个太平岛 那回头一件事 那这两个到底 有什么相关性 我非常好奇 好 三件事跟大家报道 第一件事 为什么现在要搞 这个太平岛 因为菲律宾 现在跟美国 跟日本 跟澳洲 甚至欧洲国家 已经组织了一个 所谓的南海的 自由航行的一个 所谓的我们说的 这个就是准则 而且他们同盟了 日本也特别来支持菲律宾 那这里有美国的角色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你支持中国打击美国 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今天你到太平岛 那在这个时候 非常纷争的情况之下 你要蔡英文去太平岛 那姐姐一句话 中国开心 美国不开心 我们这样讲 好了有人说 这为什么要让美国不开心 我们讲一句话 现在中国要侵入金门的 这个海域的时候 请问一下 哪个国家替我们讲话 美国 那谁侵犯我们金门海域 谁 中国 这提我态势就很清楚 所以你不要分裂说 我们很小 一定要靠美国 我们讲实际问题 他们进入我们的金门海域 就美国替我们伸张正义 而侵入者是谁 是中国的地裂 第二点 为什么这时候来谈 这个太平岛的 很重要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已经开始 要准备做更多的 这个国防预算了 好了 那你到这个太平岛 一定会制造 所谓的周围国家 对台湾的一个疑惑 你要生长这个海军 是要对付中国 还是要对付我们 因为这个地方现在 包括美国跟越南 已经开始做军演 美国跟菲律宾在做军演 是一个火药库 然后我们要去火药库里面去 怎么样 继续撒硫磺吗 好了 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件事情 国民党现在做的事情 就跟你说 瞎里延去中国 国民党包括朱立伦 都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答案就很清楚了 是不是中国希望 你做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要不然海昆澳再见的时候 为什么徐巧新跟马文君都说 哎呀我虽然支持 但是里面还是有问题 这个国防议算 可能做不了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一件事情 你真的要伸张主权 应该是针对中国 我们伸张台湾主权嘛 那换个角度来说 海昆澳你应该支持啊 就我们换到一个 很混乱的情况下 海昆澳到目前 他没有把他支持 反而在太平洋岛 这个火药库里面 他不但善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